尾內心智很重的你 因為我在錄影之前 我就有無意確討說 你現在狀態怎麼樣 會不會變很瘦還是變很胖 我說因為我發胖很多 然後她就說 我沒有很瘦也沒有很胖 我正常 你根本就是瘦到胖很不好 小愛子徐希弟的新節目 這回邀請薛寧當嘉賓 沒想到一見面 就被她的炫富激裝給激到 怒涵一定要多問些 讓她很難回答的問題 如果替你當男人戀愛時的 男生叫邱澤必須要換人演 你會希望換誰來演 來囉 一 邱毅 二 邱李寬 超癢 超癢 邱李寬 我可以跟寬姐一樣嗎 邱李寬 徐希玟的回答讓小愛子笑風 連嘴裡的飲料都吐了出來 我怎麼不跟邱毅呢 我怎麼不跟邱毅呢 他給你換頭髮 我不要 我覺得快捷比較帥 從換主角到演吻戲 小愛子的戲的問題 讓徐蔚寧頻頻頻求饒 那部戲你有沒有覺得很過癮 而且是不是很爽 沒有讓他跳動那麼高 你是確定你好會這個 你幹嘛啦 你幹嘛 你心中有什麼鬼是不是 可以跟邱澤學問也太爽了吧 我沒有沒有蛇吻啊 蛤 你沒事 蛇頭沒進去喔 拍戲這個沒有在蛇 當時被小愛子問到邱澤問題 徐瑞寧滿臉害羞 小愛子也神預言 兩人該不會再交往 如今真的成為夫妻 網友笑說小愛子真的是鐵口指斷 TVBS新聞 黃怪瑋 蔡明娟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